6點14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來關心今天禮拜天 整個天氣的狀況 首先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當中 是台北市的即時影像 目前天還沒有亮 有一點點的光了 可是還沒有完全的亮 首先先帶大家來關心今天 在台北市現在的溫度 還有降雨的情況 台北市現在的外面溫度 大約是有19點角度 還不算太冷 不過要留意的是 降雨的機率高達了70%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今天早上 要早起要外出 或是騎車出門的話 記得攜帶雨具 騎車也要注意安全了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到 今天全台的低溫排行 今天最低溫也是落在新竹的寶山 新竹寶山昨天的低溫是9.7度 相較於今天 今天溫度是稍微回升了一點 不過還是只有12.8度 也算很冷的 那麼第二名就在桃園的大溪 是14.3度 另外新竹的關西還有鵝梅 都只有14.6度 不過相較於溫度的部分 今天更要留意的是降雨的情形 所以我們透過低量降水圖來看到了 今天的白天開始受到南方 雲系北陰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全台各地 都有水氣都會下雨 而且下雨的範圍是比昨天 還要廣還要大的 其中來看到了在東半部的地區 雨量特別的明顯 所以今天在東半部地區 雨會下的比較大 甚至還有時間也會比較長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要外出 也要留意下雨的狀況 因為來看到到了晚間 同樣雖然東半部地區的雨 是會稍微減緩一點 不過全台各地基本上 除了南部以外都會有雨 那麼尤其是東半部地區要特別留意了 外出之前要記得帶把傘了 而且在雨區行車的部分也要注意安全 那麼接著來看到接下來幾天 還有今天的天氣狀況 在北部地區今天的溫度 16度到23度 想要看到陽光有點困難 因為北部今天就會開始出現短暫雨的狀況 到明天同樣也是差不多的天氣形態 這兩天都是受到南方雲系北夷的影響了 接著來看到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今天的溫度是17度到23度 跟台北一樣 跟北部一樣 同樣也是會下雨 陽光也是很難的露面 而且接著幾天要一直到禮拜三這一天 才有機會看到陽光 不過溫度算是蠻穩定的 都是有24到26度的高溫 接著是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今天也是一樣 會有下雨的機率發生 溫度18度到26度還算溫暖 接著明天的天氣也是一樣19到29度 要注意的是這個中南部的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民眾早出晚歸要特別注意保暖 再來看到的是東部地區了 東部地區的觀眾朋友要出門 這幾天一定是要攜帶雨季了 因為一整天都會有雨 而且雨勢算是全台來說是最大的 今天溫度18度到24度 一直到接下來幾天 週一 週二 週三都會有雨 所以也提醒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這個降雨的狀況了 那我們接著來看到的是衛星雲圖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因為受到了這個南方雲系的影響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你看都籠罩在這個雲系之下 所以容易出現短暫雨 當中特別是這個陰封面 東半部的地區下雨時間比較長 而且雨勢也比較大 在溫度方面呢 這個白天因為都在下雨 所以各地的高溫是比之前稍微低了一點 今天只有21到23度 整天大家的感受上會是偏涼的 不過呢好在這個低溫會比前兩天 昨天前天要高一點還有16到18度 那麼這樣子的天氣形態呢 會持續兩天左右 南方雲系呢到了這個禮拜二 31號的白天就會漸漸的遠離 不過緊接著呢這個東北季風又要開始增強了 所以呢在跨年當天還有元旦這兩天 都會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在這個陰封面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也會開始下雨 可能呢這樣下雨的狀況要持續到元旦之後 才會慢慢減緩了 剛剛提到了跨年 跨年夜呢除了下雨之外 在北部東半部 像是宜蘭地區溫度會偏冷 低溫呢大約只有14到15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跨年夜 如果你有計劃要外出跨年迎接新年的話呢 首先要注意一下您所在的地區 如果呢是在北部和東部一定要穿暖一點 而且記得呢在包包裡面放把傘 如果呢是中南部地區的話 則要留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也要留意保暖 那麼如果跨年呢想要去升旗的話 也要多穿一點小心別感冒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旗狀況提供給您